刘仲敬 新浩年历史观商却 2017年7月2日明镜专访第二部分 刘仲敬 首先 他是拨开了共产党发明出来的历史神话 所谓历史的选择 人民的选择 这个历史神话 拨开这一层我们就可以看到 共产党所谓的什么 国民党反动派 抗战中流砥柱之类的说法 全都是胡说八道 经不住考证的 你只要从一个地方产生疑点 一步一步地挖下去 就可以看出共产党的真实角色 这个其实不是很难 你只要翻到民国时代的史料就可以看出 共产党在民国时代的真实角色是什么呢 那就跟真主党在黎巴嫩是一样的 是外国敌对势力打入中华民国内部的一个代理人机构 真主党是叙利亚和伊朗的代理人 他不是黎巴嫩的人 黎巴嫩人之所以容许真主党存在 无非是因为黎巴嫩是个弱小的国家 打不过叙利亚和伊朗 没有办法 只有让真主党待在黎巴嫩境内 而他待在黎巴嫩境内 也很少干什么有利于黎巴嫩的事情 动不动就要暗杀黎巴嫩的政要人士 破坏黎巴嫩人正常的政治进程 黎巴嫩在五、六十年代的时候 号称是中东的瑞士 经过他这一折腾以后 现在大家想起黎巴嫩 都觉得是一个恐怖主义横行的地方 这个责任是多方面的 但是真主党起到的作用 无疑是最恶劣的 共产党在民国时期发挥的作用 也就是这个样子的 大家都知道 共产共产 共产就是不要民族的意思 不要民族 把全世界无产阶级团结起来 共产国际的大本营在苏联 中国共产党是苏联共产党的一个支部 它的组织 人员 钱财 武器都是苏联人给他提供的 之所以没有办法把他赶出去 是因为中华民国像黎巴嫩政府一样 是一个很弱的政府 而且是派系邻里 互不团结 所以没有办法把他赶出去 只是勉强容忍而已 如果反过来说 说真主党代表了黎巴嫩人民的根本利益 真主党打击黎巴嫩主流政党 暗杀黎巴嫩总统的做法 是真主党解放黎巴嫩人民 这句话让黎巴嫩人听起来 觉得这肯定是荒谬绝伦的事情 共产党在中华民国时期干的事情也就是这个样子的 只不过国际形势对他更有利 有抗战和冷战这两件事情中间一差 使他找到了机会 做到了黎巴嫩真主党至今还没有做到的事情 就是把黎巴嫩其他政治力量全部推翻了 自己建立一个真主党统治的黎巴嫩 然后你假定真主党统治了黎巴嫩以后 他要给自己发明一个神话 那么这个神话也必然就会像共产党发明的神话一样 他要抹掉历史记忆 要抹掉民国时期的老人都还记得的那个事实 他是苏联的傀儡组织 是苏联人派他进来颠覆中华民国的 要反过来说 把中华民国的统治者 这些统治者尽管有各方面的弱点 但是在49年前还是国际普遍承认的合法政府 把这些统治者当成是剥削阶级 反动派和帝国主义代理人加以反对 然后把自己作为外国代理人征服中国的这个过程 说成是他解放中国人民的过程 说成是中国人民自愿拥护他推翻国民党反动派的过程 这样一种做法 在除了共产党人以外的任何人看来都是极端的无耻 在共产党的直接受害者国民党人以及同情三民主义的人看来 那当然是更加无耻 更加无法忍受了 这一点大家都很容易理解 到这一点为止 我跟他并没有任何分歧 如果有什么分歧的话 那就是我跟国民党没有什么特殊的历史关系 我个人也谈不上是三民主义的同情者 所以我也认为共产党很无耻 但是是不是认为国民党就完全正确或者说是中国唯一的救星 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所以下面我们就要转移到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说分析问题有两方面 如果我被强盗打了 首先如果有人说强盗是来解放我的 我一定要跟他拼命 天下哪有这么不讲理的人 第二如果有人来跟我说 你看看为什么张三碰上强盗以后他就把强盗给打死了 你碰上强盗就让强盗把你给打得满地爪牙 你要好好反思你自己的错误 如果我碰到这第二个人还要跳起来说他是坏蛋的话 那就是我自己不知好歹了 国民党的反应很像是这样的 他到了台湾以后还说是美国人对他不够好 之所以没有反攻大陆是美国人限制他 这就有点不知好歹了 他正常的应该做的事情就是应该反思一下 共产国际对凯默尔也采取了颠覆措施 为什么凯默尔就把苏联和共产党都给打败了 为什么你讲戒时就让苏联人被陷害了 同样是苏联 苏联人难道说是特别爱凯默尔 特别不爱你吗 显然不是 苏联也是在波兰扩张失败以后才转向东方的 他对伊斯兰世界的扩张和对远东的扩张是同一个步骤 最后哪一个成功哪一个失败并不是苏联人自己能够控制的 那你要解释一下 为什么凯默尔要建立土耳其共和国 他就成功了 你国民党想要建立中华民国 你就失败了 这就要涉及更深层的问题 这个所谓的更深层的问题就有两个层次 第一就是就算你国民党是完全正确的 共产党是绝对邪恶的 好 你这个好人让坏人给打败了 你总得总结一下吧 亡者不可见 来者有可追 这是古人包含智慧的真言 那你就要考虑 我为什么会失败 他为什么会成功 他这么坏 为什么会成功 我这么好 为什么会失败 我错在哪儿了 所谓错 不一定说是我在道德上错 国民党人可以说 三民主义就是对的 中华民国就是对的 好 我们可以承认这一点 但是你这个正确的三民主义 为什么让不正确的共产主义打败了 他到底用了什么手段把你打败了 你得把这个经验教训给总结出来 如果你总结不出来 那你下次还是会失败 很遗憾 国民党在这方面做得很差劲 也许忠诚的国民党人会认为 国民党一切都是对的 但是像我这样根本就跟国民党没有历史关系的人看来 这就是说明你被强盗打了一次还没有吸取教训 强盗第二次打你的时候 像在台湾的时候 你还是让强盗打了 所谓雷电不会在同一个地方击中同样的人 而你居然在同一个陷阱上面跌倒了两次 那就说明你自己很没出息 我如果要选择可以支持的对象的话 我不会选择这种不断犯同一个错误的人 这是比较浅层次的问题 是涉及国民党本身和国民党支持者的问题 还有一个更深层的问题 国民党为什么失败 凯默尔为什么成功 这里面除了国民党本身的错误以外 还有更深刻的原因 所谓国民党本身的错误 在我看来 我在远东的线索里面写的就是 你根本就不应该联合苏联去对付日本 大不了把满洲国赔给了日本 你不跟日本人打仗 共产党就没有可乘之机 至多是像缅甸的共产党那样 在某些比较贫困落后 靠近苏联边界的地方建立一些傀儡政府 暂时他至少是打不到长江以南来 满洲丢了就丢了 至少大江以南还是你国民党的地盘 比跑到台湾要好得多 跑到台湾以后 已经吃了一次亏了 你无论如何要紧跟美日 不能够再让共产党再统战一次 再统战一次 让台湾人民看清楚 你跟共产党的关系暧昧不清 很可能把台湾出卖给共产党 结果你会在台湾都站不住脚 结果国民党就这样一再地犯错误 把自己的政治前途给断送了 这个事情 他不能够说自己没有责任 你如果被强盗打了 那么你自己没有打败强盗的能力 说明你身体不够好 练武练得不够好 你应该承担练武练得不好的责任 你如果让骗子骗了 你自己这么容易上当受骗 怎么别人不上当受骗 就让你上当受骗了 你这么容易受骗 你自己也要承担责任 你就算是让孔子复生 让孙文或者蒋介石本人复生 我也要对他说这样的话 而且他也是没法反驳我这句话的 但是这背后还有更深刻的原因 凯默尔为什么成功 国民党为什么失败 这就跟土耳其民族和中华民族的构建方式的不同有深刻的关系 蒋介石内阁构建方式是什么呢 他的构建方式不像凯默尔 而是像恩维尔帕夏 恩维尔帕夏是凯默尔的老师 青年土耳其党人革命成功 对土耳其进行全面近代化改造的时候 凯默尔只是一个终极军官 而恩维尔帕夏是国家领导人 他的政策是什么呢 就是奥斯曼土耳其这个地跨欧亚非三州的大帝国 我们是一定要保留的 像大清帝国一样 我们不能容忍帝国主义把什么利比亚 叙利亚这些地方都给分割出去 不行 奥斯曼帝国一定要统一 不仅奥斯曼帝国要统一 而且俄罗斯帝国控制的突厥与地区 比如像是哈萨克 吉尔吉斯这些地区 我们也要收复历史师弟 这样一来 他就让自己承担了一个没法承担的重大任务 也就是说 他所设计的这个新土耳其要同时跟英国人 法国人和俄国人作对 这样一来 就只有德国人能够支持他了 他首先依靠德国人的支持企图跟英法作对 去收复师弟 结果败德落花流水 土耳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跟着德国人走 结果导致了土耳其背离了传统的保护人 英国人 叙利亚的土地 阿拉伯的土地全都是丢光了 但是他还是不肯罢休 他趁住布尔什维克革命的机会 要收复哈萨克 吉尔吉斯那一带的失地 所以他亲自带住兵打到中亚去 跟苏联红军打仗 结果死在苏联红军手中 凯默尔吸取他的经验教训 首先 他也像蒋介石和孙中山一样 觉得既然是西方国家不支持我们搞近代化 我们就找苏联去支持吧 这不代表我们是共产主义者 我们只是在西方不支持我们 我们又是极端贫困落后的情况下 出于机会主义跟苏联合作一下 我们这些民族主义者跟共产主义者没有任何共同之处 只是借助他们的力量建国而已 所以国民党借助苏联的力量打倒北洋军阀 凯默尔也借助苏联的力量打希腊人 但是以后他的做法就不一样了 他马上就跟英法签署条约 承认摩苏尔是归英国人的 叙利亚是归法国人的 这在蒋介石来说 就等于是他承认满洲国是归日本的 解决了他跟帝国主义的纠纷问题 然后凯默尔反过来 毫不犹豫地镇压了国内的共产党 然后跟苏联翻脸 然后跟英法签署互助条约 接下来是 他的继承者最后就义无反顾地加入了北约 加入了西方阵营 以后 土耳其的国本才真正稳定 我们设想一下 如果凯默尔也像是他的老师恩维尔帕夏和他的同道 蒋介石这么做 那他应该做什么呢 就是 我们首先借助苏联人的帮助把土耳其共和国建立起来了 然后接下来下一步我们就要收复满洲国 打倒帝国主义 收复失地 让中华民族站起来 不光是大清帝国的土地我们要收复 连东南亚那些华人我们都要去插一杠子 那样的话 他肯定就要收复叙利亚 收复利比亚 收复伊比鲁斯 收复地中海的各岛屿 这样一来 谁能支持他呢 他也会像蒋介石一样发现 要跟帝国主义作对的话 也只有斯大林才能支持他 而斯大林的支持不是免费的 蒋介石抗日 发现英国人保持中立 美国人保持中立 谁也不来管 最后只有斯大林愿意用他的武器和空军来支持蒋介石抗日 但是这里面是有条件的 你必须解除对共产党的禁令 恢复共产党的合法地位 让共产党加入统一战线 让共产党到底后去发展 发展出来的结果是怎样呢 我们都已经看到了 共产党从延安那三万人一下子扩大到抗战以后的三百万人 趁住你国民党跟日本人打仗的机会 把你国民党派到底后去的那三个省政府都给消灭了 把国民党在敌后的机构消灭得钱干净净 然后战争一结束 苏联人就把满洲的武器统统交给共产党 让共产党有了推翻你的基础 如果凯默尔也像蒋介石一样做的话 那么他也就只能恢复土耳其共产党的合法地位 依靠苏联的援助打英法帝国主义 就算是他收复了叙利亚和摩苏尔的失地 那么战争一结束 斯大林的红军进了柏林 横扫东欧的情况下 难道说土耳其共产党不会借助苏联的势力 顺便把凯默尔的继承人赶出土耳其 那样的话 他也就只有塞浦路斯可以去了 那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想象 塞浦路斯的土耳其人会建立一个像台湾国民党这样的流亡政府 而土耳其在亚洲大陆上的大片河山都要变成土耳其苏维埃共和国的了 土耳其苏维埃共和国会紧跟着苏联的屁股后面走 直到苏联本身垮台为止 这两者的根本问题就是 凯默尔纠正了恩维尔帕夏的错误 他不再搞犯突厥主义 也不再搞奥斯曼主义 他选择了小土耳其主义 而蒋介石却坚持要维持大中华民族 要把满洲、蒙古、西藏和海外的华人都维持到他的统治下 所以他就落到了跟恩维尔帕夏一样的下场 他的不到凯默尔的下场 是因为他没有走凯默尔的路 这才是根本性的问题 主持人 国共两党在追求大一统上是完全类似的 像辛浩年老师的 谁是新中国 对中国未来蓝图的勾画 实际上就是蒋介石的大一统中华民国的概念 你是怎么看的 刘仲敬 这就涉及到国民党意识形态的根本性之处 我们都知道 孙中山是有前后两节的 他前一部分是美国的崇拜者 要凡是以美国为师 建立一个民主共和国 联邦制度他也是不反对的 后半节呢 他要求以俄为师 要由国民党实行一党专政 实行训政 这两个孙文是怎样联系起来的呢 这就涉及到中华民族构建的根本问题 这也是大土耳其主义的问题 如果你搞奥斯曼主义 像恩维尔帕夏那样 叙利亚人就要问一下 凭什么你来统治我们阿拉伯人 为什么你们可以建立民族国家 我们就不能建立民族国家 孙文最初的革命 在他第一个中华民国时期 他要求 驱除达鲁 恢复中华 换成我的语言来说 他就是要把东亚从内亚征服者的统治下解放出来 这样做实际上就是承认了 满蒙藏这些所代表的内亚跟东亚在文化上和历史上有助太多的差别 不适合构建为同一个民族 像恩维尔帕夏 他想把土耳其人和阿拉伯人构成同一个民族 结果遭到悲惨的失败 而且不仅是在政治上失败了 在道义上也睡不过去 凭什么阿拉伯人一定要让你领导呢 同样的道理 满洲人 蒙古人为什么要跟你做同一个民族呢 如果人家非要建立自己的民族国家 你有什么正当的理由来反对呢 如果你是古人 康熙皇帝或者成吉思汗 你可以说我用征服者的权力 谁打赢了谁就行 但是你如果要建立民主 民主就是让人民自己说话 人民愿意跟谁就跟谁 那么不可避免地 像大清帝国和奥斯曼帝国这样的多元帝国 你得让各地的人民有自己选择的权利 如果他们要高兴建立亚美尼亚国 霍尔德国 叙利亚阿拉伯共和国或者希腊东正教共和国 你有什么理由说 你一定要只能建立一个大奥斯曼共和国或者大奥斯曼帝国 或者说是你只能建立一个土耳其国 不能建立阿拉伯国 这个在道义上本身就是站不住脚的 所以孙文早期在逻辑上还比较一致 他直截了当地就说是驱逐满盟 我们自己个人建个人的国就行了 但是后期的话 自从跟苏联人搞到一起以后 他就直截了当地要恢复大清帝国的整个版图 那么这些版图 各地的人民是不会自愿重建这样一个帝国式的国家的 既然不能自愿地建立政权 那么就只有用不自愿的手段了 那么不自愿的手段就只有用列宁主义先锋队的手段了 就是说你们广大人民是无知的 你们不懂得什么叫做政治 你们也不用管政治 我们这个先锋队组成的国民党对你们实行专政 带你们管政治 但是这样的话 你还要民主干什么呢 你已经把人民排除在政治之外了 那老老实实的人民就要说一句话 我们驱除什么达鲁反对什么大清 以前政治上的事情大清替我们管 我们只管纳粮就行了 现在你们国民党来了 你们说政治上的事情我们管就行了 你们继续纳粮就行了 那么我们吃饱了撑得跟着你们去推翻大清 你自己已经背叛了自己 跟着你这条路有什么民主可言 如果你跟大清有什么区别的话 那就是你们国民党的专制虽然比苏联和共产党的专制要稍微温和一点 但是比大清的专制来说已经是更苛刻了 我们等于是从大清那种比较温和的专制落到了你们这种比较苛刻的专制当中 我们为什么要拥护你 这在道义上是睡不过去的 你要是全凭枪杆子的力量 那就大家无话可说 谁能打赢算谁的 但是如果想要搞民主 要用说服的力量的话 这样的逻辑是没有办法说服人的 所以这样的构建方式自身就是不能自圆其说的 国民党最后真正实现统治还是依靠苏联枪杆子的支持 最后才打败了北洋军阀 如果真的按照民国初年议会选举的方式 就算是宋教人当了总理 孙中山当了总统 那么下一届还是会有其他的政权 也许梁启超就是下一届总统了 他不可能一直执政的 而且梁启超总统或者孙中山总统都没有办法拒绝达赖喇嘛和西藏人脱离中华民国 另外建立西藏共和国的 所以中华民国注定只是个过渡性的概念 你要么真正实行民主 那么孙中山和宋教人可以当一届总统或者总理 但是下一届就要由梁启超和其他政党来当 同时满洲人西藏人或者是穆斯林也完全有权利像你一样建立他们自己的国家 所以你的国家是注定要分裂的 要么你就说统一高于分裂是最重要的 民主不民主不重要 那么我就要效仿苏联 自己建立一个列宁党 自己搞专政了 不管你们高兴不高兴统一 我们都要强迫你们统一 那样的话你有什么资格去反对共产党呢 你唯一的理由就是共产党是在位的专政党 而我是在野的专政党 何必呢 人们群众除了跟国民党有特殊关系的人 或者说是因为跟国民党有特殊关系而被共产党整了 要向共产党复仇的人 其他人占人口大多数 为什么要跟你国民党走 要把一种专制换成另外一种专制 要民主很好 但是大家一起民主 我如果要民主的话 我就讲不出有什么理由 一定不让西藏人独立 一定不让新疆穆斯林独立 主持人 民国派提出的口号是 光复中国大陆 恢复中华民国 版图和宪法都继承蒋介石时代的大一统中华民国 你对这种观点怎么看 刘仲敬 这个就要从道义和现实这两个角度分析 从道义上讲 这是站不住脚的 中华民国直接继承了大清的版图 这个理论就等于是要在欧洲建立一个神圣罗马共和国 在俄罗斯建立一个大斯拉夫共和国 在中东建立一个大奥斯曼共和国 无论是欧洲人 东欧人还是中东人 对这种事情都不敢冒 他们想要做的事情是 个人建立自己的小共和国 波兰人建立波兰人的共和国 库尔德人建立库尔德人的共和国 欧洲之所以现在是特别太平和富裕 恰好就是因为他已经走完了这个过程 波兰也好 捷克也好 各民族都建立了自己的国家 然后在大家都自由民主的基础上再建立欧盟 所以天下就比较太平 而中东之所以不太平 就是因为这个过程还只走了一半 像库尔德 他就等于是很像19世纪的波兰 还处在刚刚独立建国的过程中 没有走完这个过程 所以中东的情况就比较混乱 伊拉克实际上是三个不同的族群拼凑在一起的 所以他即使是在民主以后也不稳定 伊朗像是以前的奥斯曼和大俄罗斯一样 也是各个不同族群拼凑起来的国家 所以他的路才走了一半 中东有很多问题 但是一个重要因素就是 民族构建还没有完成 中华民国所发挥的作用 实际上就是大清帝国解体以后的一个维持会 他不可能逃避世界其他地方都走的历史规律 你一定要把大清帝国的版图保全下来 那么最后你还是得选择共产党 这里面是有历史必然性的 你想 国民党的专制不彻底 所以他就镇不住西藏 而共产党的专制比国民党彻底 他就能够镇得住西藏 所以等于是共产党实现了国民党没有实现的理想 从这个角度来讲 国民党对于共产党剽窃他 迫害他是没有什么好抱怨的 因为共产党替他们做到了他们自己想做而不能做的事情 而西藏这件事情就很充分地表现出国民党自相矛盾的性质 你又要自由民主 又要大一统 我在民国既是本末上就说 这种说法就等于说是 我又要减肥又要天天吃甜食 这是不可能得奸的事情 你要自由民主 那就不能要大一统 要大一统 你就只能放弃自由民主 共产党是做得很彻底 我所信根本就不要什么资产阶级虚伪民主了 干脆专政到底 结果他反而能站得住脚 而国民党则是两头落空 一方面要大一统 一方面又舍不得自由民主 结果他落到了现在这种下场 结果是民进党把自由民主这边给占了 共产党把大一统这边给占了 国民党落得两头落空 在台湾人看来 你为了大一统准备牺牲自由民主 把我们出卖给了共产党 在大陆人看来 你满口自由民主 但是你没有能力实现大一统 让你们来了以后西藏还是要独立 结果本来想两面都站到的 结果却搞到两头落空 何必呢 我在民国纪事本末 上把这种做法就叫做 小踩两条船的人 结果是首先就落水 国民党现在这种情况就是首先落水 主持人 你觉得中华民国宪法有哪些缺陷 它会不会成为未来新的民主自由的中国的宪法 刘仲敬 宪法有两个意义 一个是写在纸上的那些条文 一个就是实际上执行的政治习惯 后一种宪法才是真正的宪法 如果两者之间是比较一致的 像美国宪法和美国政治习惯那样 那么这个国家就处在比较健康的状态 但是经常两者是不一致的 中国其实一向都是这样的 宪法是写下来当广告用的 实际上你真的去按照这个办事的话 是没有办法执行的 中国的政治习惯一向是建筑政治 就是通俗所谓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毛泽东为什么能够胜利 有一部分原因就是因为 他不装逼他就直截了当承认了 我们一向都是这么干的 也只有这样才能够得到政权 保住政权 这个是中国的实际上的政治习惯 但是这个实际上的政治习惯 是怎么样产生的 那也就是跟历史上 东亚帝国的形成模式有关系 东亚帝国 说白了就是内亚征服者 征服东亚的结果 所以他一开始就是依靠 征服者全力制造出来的 他执行的行省制度 郡县制度 一直到最基层的户籍制度 这些所有的制度都是自上而下的 征服者对被征服者的管制 他没有给你留下地方自治的余地 他不像是欧洲或者日本的封建制度 封建制度虽然不是现代的自由民主 但是他仍然是一种比较原始的分权制度 各地方在封建制度之下是有一定的自治权的 这些自治权是他们以后能够比较顺利 递过渡到自由民主的根本原因 中央集权比较深的国家 像法国 实行自由民主的障碍就比较多 但法国至少不是征服者对被征服者实行专政的一个政权 东方帝国像中国这样 长期以来不仅是中央集权的励志国家 而且是征服者对被征服者实行专制的降虏社会的话 在这方面的问题又要比法国严重得多了 它根本不存在像是欧洲封建制度和日本封建制度之下 存在的那种行业性的或者地方性的自治团体 所以讲自由民主的这帮人全都是放嘴炮的知识分子 他们的失败实际上是挽救了他们 因为现在大家会觉得 他们之所以失败 是因为共产党把他们镇压下去了 这样就等于说是 假如刘晓波或者宋教人当了总统以后情况就会变好 实际上 他们即使是当了总统也是必然失败的 第一 他们并没有像是西方和日本那样的早在近代以前就存在的自治基础 人家早就有这种基础 只要把这些基础发掘出来加以利用 然后把危害这些基础的障碍物排除掉 马上就可以行得通 而你现在连这些基础都没有 第二 只有在一种情况下共产党才会崩溃 就是它在财政和军事上遭到极大的失败 以至于本身土崩瓦解的情况 但是在这种情况之下必然会发生所有的有效治理完全中断 即使是正常的社会经济形势都没有办法维持运转的状态 那就是二月革命那种情况 大家连买面包都会出现困难 原有的政权机构和专制机构突然瓦解了 在这种情况下 你是不可能有能力来阻止 比如说是穆斯林或者西藏人自己去独立的 在你重新建立任何形式的有效统治之前 肆意背叛 各自建国的情况就已经发生了 然后一旦建国 这些政权就会像外蒙古一样永远不再回来 你无论高兴不高兴 都必须面对这种结果 然后你再重新在明朝留下来的18省的土地建立有效统治 那么这样的统治能不能够长期维持自由民主是很难说的 即使你在初期可以建立一个像克伦斯基或者像叶利钦这样的自由民主的政权 但是因为他底下的社会基础很差劲 你很难抗拒像普京这样的人重新站出来说 我要恢复大俄罗斯历史上的光荣 然后以此为借口重新实行改头换面的专制 假定你挫败了像普京这样的专制者 那么你也没有办法避免像民国初年和西班牙殖民地的那些中央集权传统很深的大哥伦比亚共和国那种局面 例如吴佩福站住了河南省 黎元宏站住了湖北省 即使他们两个人都想统一中国 都想当中华民国的总统 但是谁也不服谁 那么黎元宏肯定不愿意把自己的钱给吴佩福 让吴佩福来吞并他 陆荣庭也不愿意把广西的钱给广东的陈炯明 陈炯明也不愿意把广东的钱给广西的陆荣庭 尽管他们谁都想当中华民国的总统 但是实际上造成的结果仍然是分裂割据 割据到一定程度以后 就可能有很多人像是巴拿马自由党一样 巴拿马自由党原来不是巴拿马自由党 而是大哥伦比亚自由党 暂时大哥伦比亚出了像袁世凯一样的独裁者 他认为他要用专政的手段取消自由党在选举中取得的胜利 然后自由党就像是国民党占据广东反对袁世凯一样 占据巴拿马企图打回哥伦比亚 但是最后他们发现打不回去 就索性独立出来建立一个巴拿马共和国 乌拉圭共和国也是这样建立起来的 所以即使你是真的实现了一个克伦斯基式的自由民主共和国 让共产党垮台了 即使你容忍新疆 西藏这些地方自己都去独立建国了 在剩下的明朝留下的十八省 你仍然要面临住两种选择 要么就是一个像是袁世凯或普京的人借口维持秩序 重新打住共和国的民意实行一种比较温和的专制手段 也只有用这种手段才能够恢复所谓的历史光荣 才能够维持社会秩序 要么你就要容许像是黎元洪或者吴佩福这样的地方势力 让他们建立地方的统治权 这些统治权将来早晚有一天会像是巴拿马和乌拉圭一样 把整个东亚结构成为分裂的局面的 这个局面就是我所谓的诸夏 这两者之间哪一种更好 主要看你的价值观 我之所以觉得诸夏更好就是因为 一系列分裂的小国比较容易维持自由民主 即使是一个地方出了一个袁世凯 别的地方还可以出陈炯明 山东如果出了张宗昌的话 也不妨爱广西出一个李宗人 他们相互竞争 比较开明的体系就会占便宜 在比较专制的体系下混不下去的人 就可以到比较开明的体系下去混 实际上 欧洲之所以能够实现自由民主 跟欧洲的分裂关系很大 一个地方出现专制统治者 那么资本也好 人才也好 都会跑到其他比较开明的地方去 然后内阁专制政权在其他开明政权的竞争之下 自己就会维持不住 如果它也是一个大一统政权 那么你无所逃于天地之间 就像罗马帝国晚期一样 即使是欧洲人 罗马人也是欧洲人 他们在建立了大一统政权以后 也是走向越来越专制 罗马残余的元老都说是 罗马人越来越像东方人了 但是在大一统的格局下 它没有办法摆脱 以前希腊罗马各城邦争霸的情况下 如果有人敢这么干的话 它早就会自己把自己做垮了 所以与其等住出现一个像普京或袁世凯这样的独裁者来重新统一 还不如按照诸夏的路线 让他们像拉丁美洲各国或者像欧洲国家一样分别建国 在相互竞争的多国体系之中 通过相互竞争来维持自由民主 主持人 民国派的口号是 驱除马列 恢复中华 从中华民族主义角度来进行鼓动 因为这种中华民族主义情感很多人都有 是最能鼓动集体力量的 你对此如何评价 刘仲敬 这样当然就有潜在的危险性了 你如果从民国最初几年的国民党来看的话 没有理由认为他会变成一个列宁式的政党或者说他自己也会实施专制 但是他从早期孙中山走向晚期孙中山最终走向蒋介石 这个也有其内在原因 就是因为他这种动员方式一开始就是有弱点的 这个弱点在他还没有成功的时候不太明显 等到成功以后就自然而然地暴露出来了 用这种方式动员的话 他自然而然地就不能够容忍他所谓的军阀割据 其实军阀割据当中有很多开明军阀 像陈炯明之类的都比后来蒋介石的一党专政更加自由民主一些 更有可能产生出自由民主政权 但是从他那种构建民族的方式来看 他显然是容不得陈炯明这样的人产生的 结果他到了发现各地方的势力自己压不住的时候 就采取统一高于民主的做法 甚至不惜依靠苏联人支持去搞一党专政了 这里面也是有内在的逻辑的 所以这种动员方式一开始就有危险 同时它也不是唯一可行的方式 因为民族这个东西本来就是精英构建出来的 广东人说话 上海人都是听不懂的 上海人说话 河南人也都是听不懂的 他们这三种语言之间的差别 肯定是比丹麦语 挪威语和德语之间的差别要大 丹麦语最初创立的时候 德语的创始人格林兄弟 就是那个搞格林童话的格林兄弟就说 你们丹麦语明明是我们德语的一种方言 你们为什么要另外搞语言 如果他的背后有蒋介石这样的人物 那么德国就要为了统一丹麦 统一捷克 统一瑞士 而不断地发动战争 最后走向专制主义 所以这样根本没有必要 其实 中国所谓的方言 绝大多数 从分量上来讲 跟欧洲的语言是没有区别的 意大利语跟加泰罗尼亚语有什么区别 只有几个词的区别 就连像英语和西班牙语这样的大语种 他们的几个主要单词 比如说奥斯皮特尔 在英语和西班牙语中间没有区别 即使是没有学过西班牙语 你一看也知道这个西班牙语是什么意思 如果按照中国标准的话 岂不是这些都要变成方言 我们制造一种新拉丁语作为普通话 把它们重新统一起来 这样做不仅没有必要 而且对自发秩序有助极大的损害 所以历史的错误最好不要重演 就像我刚才说的那样 你如果在一个地方已经在坑里面摔了一跤的话 过去的事情虽然挽回不了 你下一次走路的时候看到那个坑 你至少应该绕住走 你不能说是上一次摔了跤 你下一次还要直住脖子 非要在那个坑上重新走一次 不害怕再摔第二次 聪明人都应该说 我虽然不能避免犯错误 但是同样的错误我不要再犯第二次 主持人 所以你对 驱除马列 恢复中华 这样一种以民族主义 做社会动员的方式是持否定态度的 是不是 刘仲敬 是 确实 共产国际是外来征服者 这个性质跟蒙古和满洲征服东亚的性质 是有很多相似之处的 它也确实是从内亚这个方向 依靠满洲蒙古的资源进入东亚内地的 所以这一方面他们是有相似之处 存在住一种历史上的深层结构 苏联是以俄罗斯为基础的 俄罗斯在历史上是蒙古帝国和内亚帝国的一个重要继承者 它是双头鹰 西面这个鹰是继承拜占庭帝国的 号称第三罗马 东面这个鹰实际上是继承了蒙古达达国家的 俄罗斯的自由派在这方面也就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因为莫斯科继承了蒙古帝国的专制主义 如果不把这个专制主义爆出去的话 俄罗斯很难得到自由 但是他们也是陷于大一统主义的迷失之下 始终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所以 驱除马列 把马列当作蒙古满洲的继承者 这一点是有一定的历史依据的 但是你不要因为这个历史依据就重新陷入历史的陷阱当中去 为了驱逐一个大一统帝国的结构 又重新把它的幽灵以另一种形式换回来 结果自己把自己送到了自己的对立面去 把自己变成了自己最初想要推翻的人 这是何苦来的 全文完 全文完 全文完